重點大家來說一下 那前面的話大概有幾個作業 請各位還是要把那個作業一定要務必繳交 另外的話 作業部分的話請務必注意一點 你不要把作業借給別人 因為有發現有的人作業居然會一模一樣 檔案名稱內容建立日期完全一模一樣 那如果完全一模一樣代表什麼意思呢 要不就是你借給別人 要是別人借給你 你用別人的作業當成是你的作業 不可能說連時間十分秒都一模一樣 那當然怎麼可能有這種巧合 內容名稱都一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以前的作法我很麻煩 我可能他揪出來到底誰操 但我現在不管 反正如果有一樣的 那你們的成績兩個就是除以二 如果三個一樣的話那就除以三 所以你的作業成績假如一樣的話 那我就沒辦法 我就除以二 那你沒辦法你可以借給別人 你如果借給別人的話 你就是只要一半的成績也無所謂 你對別人人家很好 但是先跟各位說一下 OK盡量避免 我覺得我們上課的範例應該也沒有很困難吧 你只要動動手 然後看看上課的內容 甚至你如果已經忘記 上了哪些影片都有 你就照影片做 做完之後 繳繳一下 那主要是希望說 你們可以把最基本的學好 哪些是最基本的 第一個呢 Excel裡面的什麼呢 Excel的函數 所以我們這個期中報告部分的話 基本上我是希望你可以練習 類似像上個禮拜的那個什麼呢 住宅切到這個點位資訊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的話 當然你可以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那你就搜尋的話 搜尋關鍵字就是開放資料 那第一個就是說 你找的題目 開放資料在這邊 OK 開放資料 有沒有這邊第一個就是了 那我們練習的話 這個的話是從開放資料裡面 輸入切到 OK 那切到的話 當然有這麼多切到啦 那你可以找類似的題目 如果你對於治安方面有興趣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找 那我們練習是在這邊 那我有上個禮拜 有講另外一個是桃園 那當然你可以這樣啦 可以橫向的方向去變化 比如說你說老師 那我不要做住宅的 那我可不可以做其他的 可以啦 這邊有什麼汽車的 有機車的 有自行車的 還有什麼嫌疑人 違反次序啊 等等這些東西啦 當然你點擊進去 你會發現它滿妙的 它底下還有延伸的 有沒有 汽車類的還有 除了台北市之外 它還有什麼呢 還有新竹縣 還有嘉義縣 甚至還有別的縣市 那也就是說呢 至於那個練習內容 你們可以橫向的去找別的 當然就是不要住宅切到就對 如果住宅切到不要台北市 也不要桃園市 因為桃園我們也做過了 盡量做沒做過的就對了 那不一定是住宅 也不一定是切到 那如果說你想說 老師我對這個題目 沒有很有興趣 我想要做別的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啦 開放資料裡面 其實包羅萬象 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上面搜尋一下 然後找一下 不過有一些資料 滿適合練習 但是有一些是不適合練習 不適合練習 就是它可能列出來 就是很少資料 然後可能就是結果了 所以盡量啦 你們可能就是 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我看一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檔案盡量是CSV的 也就是如果沒有CSV的話 像這個都有啦 OK 這個好像就統計 它是其他 這個可能就不適合了 或者是說 日IP 日IP壓縮檔 我不知道它壓縮裡面是什麼 也許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下載 如果假設是CSV 或以Sale也可以 像這個我看 犯罪資料統計 裡面的話是其他 其他你可以點擊看一下 其他是什麼東西 如果其他 不過其他的部分 其實還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底下也有提供CSV 有沒有 所以你也是可以 拿這個資料 來試試看 當然有時候 你可能還是要篩選一下 你自己去 針對這個資料 再去 那左下角 其實都有延伸的相關的類型 那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有關內容的部分 那我是建議 當然你可以單做 某一個縣市的 某一個資料 但是你說老師 那我 意猶未盡想要多做可不可以 可以啊 比如說你說 老師我要做台北市的住宅 台北市的汽車 機車 自行車 搶奪什麼什麼 我都需要統計看看 然後最後做一個會審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最好 其實我希望報告裡面 盡量是圖文並茂 那圖的話盡量給我那個 其實說真的 你也不用跟我講細節 告訴我結果就好了 有沒有 結果歷年來 我發現那個 住宅是這樣子 然後汽車 奇怪 汽車不一樣耶 汽車是往上又往下 往上 也許啦 假設 然後機車可能就是怎麼樣 然後 還有竊道的分區 好像又不太一樣 竊道可能哪一區自在不好 住宅部分是那一區 但是汽車 汽車不一樣耶 汽車好像在士林區 我假設啦 為什麼 因為汽車 最大中古商好像都在那個士林區 尤其像什麼 不知道各位 這個 陳德路七段 就是在士林區跟北投區的交會那個地方 我在想 那個地方應該是比較大的集散地吧 還有附近有一些什麼 那個河堤嘛 那河堤的話 題外呢 也可以停車 那如果停車泡水之後 那怎麼辦 剛好中古車又可以回收 對 而且喔 你停在題外 很容易失去 很容易被偷 因為我其實以前住過那附近 我曾經車子放在那邊 車門也被敲開過 所以我就發現 那邊 題外雖然停車比較方便 但是也很容易 因為晚上其實 說真的 題外也沒住人嘛 所以很容易 就是小偷就會 直接就是會對你車子下手了 而且他那個 把你門敲開還滿著力的 他應該是用一個一字旗子吧 直接把那個一字旗子插進那個門鎖的地方 然後用力轉吧 我在想 因為我那個門鎖就被破壞了 因為他是有被轉動 然後有轉開的痕跡 所以那個小偷應該也不是什麼高手 如果高手的話 其實你應該是把他打開嘛 你不要破壞 你東西拿了就好了 你不要連我的鎖 不然的話到時候我要修那個門鎖 花的錢可能還更多了 裡面東西不值錢 但是門鎖可能花更多錢 所以可見啦 也許是發現 小偷大部分都是 他其實不是很專業 他可能就是吸毒販 我在猜啦 或者是說他可能只是剛好缺錢 然後臨時起義 不然的話很專業的 他可能就是 手腳應該會滿專業 就不會讓你有那種任何被 甚至你東西不見了 可能門鎖都還沒痕跡 甚至上面還沒有指紋 你說不一定啦 我猜啦 只是說我們主要是希望 你們透過這個資料 然後去看到一個結果之後 然後分享一下 你做的過程當中 遇到的問題 怎麼去解決 然後最後的心得 讓我知道一下 哪怕你遇到問題 你暫時無法解決 你說一下也沒關係啦 因為敘述 只是我覺得 這有點像是找個問題 你去把它克服的那種過程 OK 那其實現在在職場上面 其實最需要的員工也是這樣 就是盡量老闆給你問題 他當然也不想說我告訴你怎麼做 你自己去想辦法把它解決 告訴我結果就好了 至於你怎麼做 我不關心 我要看結果 結果對了就OK了 因為說真的 老闆花那個錢 你說一個月請你3萬塊好了 他到底為什麼要花這個錢 把你的時間買下來 主要原因當然是希望 這段時間你可以對公司有所貢獻 因為這公司其實也是盈利單位 盈利單位是要賺錢的 但是如果請了你之後 沒辦法賺到錢 那老闆自己要虧錢 虧錢老闆也不是慈善事業 所以勢必他就會一直push你 你趕快給我想辦法增加業績 那要怎麼樣增加業績 所以其實就是要想辦法 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也許你們現在還沒進入社會 還不太了解 當然如果你有打工經驗 你慢慢就知道了 OK所以基本上 你把這一個月的時間 假設3萬塊賣給公司 其實我是覺得 你已經出賣你的時間了 其實你出賣的 其實大部分就是你的身體 你一定要去那個地方 早上幾點玩 下午幾點離開 然後六日放假 另外其實你也等於 你的人 其實你的心靈也要變成在那邊 所以有時候 其實也或另外一角度看 其實你已經把你的整個 身體跟靈魂都賣給老闆了 對 可以講誇張一點 但是如果說今天 假如說你可以選擇 你應該可以選擇一個更好的 那怎麼樣選擇是最好的 當然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像上個禮拜 他有跟各位提到 有一個那個 就是跟交通還有發生 有一個網紅叫chip 這個chip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或者有沒有看過他的影片 chip youtube這個 youtube的頻道 這個是 他的頻道在這裡 然後呢 不知道各位 所以他最近有發了一個是什麼 這個新聞什麼 一部業配這一部有沒有 看交通局的官位有多大 你知道嗎 那個上個禮拜有一個叫 不是金鐘獎 金鐘獎另外一個走鐘獎 結果 我上個禮拜才跟各位講到 這個chip 結果沒想到他居然就得了獎 走鐘獎 其實是真的youtube youtube的部分 他得到一個獎 我覺得應該也實至名貴 因為他得的獎 就是什麼了 那個好像是 就是最有影響力獎 那影片內容就哪一部 就是這一部 OK 這一部的話 其實就是因為交通局找他業配 然後他想說公務部門 他已經算他很便宜了 他很便宜 說他很便宜 是說他好像十萬塊左右吧 十萬塊算便宜 所以他的行情 原來是不便宜 OK 然後但是他說 交通局居然要他做一些宣導 讓他覺得沒辦法接受 你們可以看這一部影片 他說居然要 機車要讓大車 他其實 不過我是覺得他也 怎麼講 是不是也是誤會還是怎麼樣 還是啦 不過你們自己看好了 因為他覺得說機車被歧視的狀況很嚴重 所以他想要做一點事情 就是為機車族 1400萬的機車族發聲 OK 會不會他接下來要出來選議員 OK 好啦 不管了 另外的話 其實你們也可以 去Google查一下 查一下這個 他的相關資料 他其實還蠻特別的 他其實有個背景 這個背景的部分的話 等一下 我用Google查 因為這個並查出來 結果好像跟那個不太一樣 你查chip 這邊就會有一個他的什麼 如果我們Google查的話 他這邊就會出現他的那個 維基百科 那維基百科裡面就有出現 這他的照片 而且他有一個背景 他目前好像才32歲而已 1989的 OK 等於 大概 應該比各位大大概 10來歲吧 OK 然後的話 他是東文日文系畢業的 那這個日文系畢業 就是文科背景的 那他其實也後來 因為他YouTube 其實還蠻成功的 所以後來那個 那個天下雜誌 也有專訪他 這個我還蠻建議各位 可以去看一下 那個什麼 天下 他其實就提到就是說 他畢業的時候 然後呢 天空熊 下面那個是他學生 天空熊 天空熊 這邊有一個那個 我看 這個我蠻推薦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這篇報導 他剛開始因為不愛讀書 所以就是第一年好像沒考好 第二年重考 考上東文日文系 然後魯蛇上班族 奇蹟翻轉 身價千萬網紅 OK 然後裡面的話就有提到 他剛畢業的時候 東文日文系畢業的時候 他說一個月好像是 2萬2吧 然後呢 因為他什麼都不會 所以後來他電腦技能 好像會了一個 網頁設計 Follow Impacts 不是Photoshop 他說薪水就大概 就稍微再增加一點點 然後後來又增加網頁 像什麼CSSH 還又增加一點點 那最後好像 大概一個月2萬8吧 可是他還是當然 2萬8對一個年輕來說 其實他還是算很低薪 後來他就花了時間 去弄了YouTube頻道 然後他喜歡歷史 他把歷史講得非常簡單 寫一些文案 他也很會寫文案我發現 然後呢 就把影片放下去 他發現 哇天啊 怎麼一下子訂閱人數 馬上破10萬 他就覺得說 反而當個YouTuber 比他上班更簡單 那慢慢可能沒有多久 他YouTuber的那個收入 就已經超過了上班族的薪資 所以他當然毅然決然 就把他上班族的工作給辭掉 然後呢就專心成為一個 這個專業的YouTuber 那目前他好像有說 他目前年收可以到千萬耶 OK 所以其實文科生並不是沒有可能性的 而且他專長是寫文案 我覺得他的文案真的寫得非常淺顯易懂 就是他把原來很學術很深 就是很不容易理解的歷史一些事件 用很淺顯易懂的文字敘述 把一個事情講得超級宇宙簡單的 你甚至 我剛開始看也是覺得 哇這怎麼可以把一個歷史講的 那有些時候他強調 他不是學術研究 他只是把一件事情很簡單 讓大家知道就好了 那至於你想要深度了解 你再自己再去看相關書籍 這也OK 因為至少把你引導到一個對的方向 所以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從小成績調車尾 這裡有他的影片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好了 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 對各位來說也是一個正向的一個案例 OK 那也就是說他在這裡也講 我覺得他現在活得還蠻愉快的 就他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然後每個月又有很高 然後呢 行有餘力之外 也關心整個社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做一些有影響力的事 為機車主發生 其實我覺得真的 如果以後你們騎摩摩托車 真的還是蠻危險的 那危險有的時候並不是說 你要讓別人危險 而是別人讓你危險 因為有時候說真的 我自己也騎車嘛 我覺得最討厭就是 到處都有微停的車子 你紅線停車就算了 你還並排停車 並排停車就算了 你路中間還給我停下來 很多三寶 莫名其妙前面沒車 你停下來幹嘛 OK那你怎麼辦 你只能繞路嘛 你如果是騎車 你知道行人也是一樣要繞路 所以其實最大問題一直強調 就是那個微停的事情 微停以前還可以檢舉 現在還不能檢舉 你如果檢舉 像我是覺得檢舉應該也沒什麼 反正你錯了被檢舉 應該OK就算了 可是我發現老一輩的人 好像你檢舉 就是覺得萬惡 你正義打 正義魔人把你當成魔人 你錯了我只是檢舉你 那我也沒有拿什麼獎金 我只是讓你知道你錯了 但是一般人收到罰單的心情是說 你為什麼檢舉我 每個人都這樣 你為什麼不檢舉別人 他不會先反省自己 那只是因為自己微小的錯誤 他覺得我犯這麼小的錯誤 可是你的小錯誤會影響別人啊 對不對 你如果不要影響別人 那你就不會被檢舉嘛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 假設說到罰單 那我會反省我自己 OK 所以其實他當然也因為他的影響力 然後去做一些影片 真的有影響 而且還拿了獎項 我覺得還蠻實質明的 而且他才32歲 我覺得這還蠻不容易的 所以你不要小看年紀 你們這年紀其實是最有熱情 而且最有想法的時候 那如果你勇於做啦 我跟你講 那一兩 不用一兩年啦 大概幾個月 慢慢你會覺得很多人 就會願意跟你一些鼓勵 就是你身邊會有很多小天使出現 然後給你一些意見 給你一些助力 那你就會成就一些事情 所以你們可以盡可能的去想想看 你想做什麼 所以當然我們這個主要是透過這個開放資料去延伸 所以剛剛提到的就是幾個重點 第一個 你可以找一些題目 那第二個的話內容必須要有這個 函數公式 也就是說 那前面我們是用像Laps 像Mid 等等的 那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那也有可能會用到比較複雜的 像Fy 像其他像ifl等等的 當然如果你希望你的分數越高 你就是在這個難度上面提升一些些 那其他還有像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當然如果你想要再進一步 我們有交到聚集 可是可能沒有 你如果沒有很熟悉 不做也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做的話 當然相對會加分 那並且將那個選題的原因 為什麼你會選這個題目 OK 告訴我一下 然後設計的過程 有沒有遇到一些問題 你也可以提出來 提問題其實也是一種學習 也許你目前無法解決 沒關係 你可以把你的問題提出來 然後告訴我說 未來你可能還是有這個改善 就是說努力的空間 因為我們還有期末 期末的部分 或許 假設期末也是期末 那你可以 我期末的部分 會希望說你如果拿其中的延伸是OK 可以把它做得更複雜沒關係 等於是一個階段到下一個階段 慢慢再努力 沒關係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 就是一些困難點說明一下 大概類似像這樣子 好 那請各位就是說 稍微把那個開放資料的部分 稍微了解一下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也可以 除了開放資料之外 可以了解一下chip 我剛剛講的 那chip延伸的話 你們順便也可以找一下 那個走鐘獎 這個走鐘獎 其實還蠻妙的 他的靈感來自於金鐘獎 但是我覺得 金鐘獎是好像拿文化部的 好像新聞部 文化部的經費 但是我覺得 可看性 左鐘獎 一點都不會輸給 這個金鐘獎 而且左鐘獎 其實好像沒有拿工部門的預算 他是 等於是所有的YouTube網紅 他們自己 好像報名 一個評審就要繳500塊 一個項目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 當然 這是他們自己內部 拿出來的錢 可以辦成這樣 我覺得 還蠻厲害的 所以如果今天假如說 給他們一點預算 他辦出來的規模 真的是 就更不得了了 OK 而且我反而覺得年輕人 真的很有活力 然後裡面的笑點真的還蠻多的 我發現 比左鐘獎好看真的太多了 所以感覺上好像就是世代的差異 金鐘獎感覺就是 怎麼講 就是中老年人的活動吧 然後左鐘獎感覺好像就是青少年的活動 就是不同的世代 OK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沒有看 左鐘獎的那個影片 你可以Google一下吧 左鐘獎的那個 2022今年的 好像它今年是第四屆 試試看好了 我們也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那個 有關開放資料 我大概也再舉一些案例 讓大家知道一下 好